中共看到俄罗斯下场 金融渐民让习近平重新思考武统台湾 2月28日 据自由时报报道 俄国央行及大型金融机构遭欧美全面围剿后 引发俄国金融混乱 卢布崩跌 单日跌幅创下历史记录 还爆发挤兑 导致俄国最大银行欧洲多个子行被欧洲央行列为可能破产名单 对此 经济学人指出 西方瞄准央行的经济武器将让中国受到惊吓 即使中国拥有3.4兆美元的外汇存底 现在恐必须想明白若敢对台动武 如何挡得住西方的制裁压力 金融时报报道 欧美昨日宣布制裁俄罗斯央行 并将部分俄国银行逐出Swift 阻挡该国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 摧毁俄罗斯经济稳定 前美国财政部制裁官Daniel Tanabalm研判 就实施制裁的重要性而言 俄罗斯正步入古巴和伊朗的后尘 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补充说 新措施相当于俄罗斯被踢出国际金融体系 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建民 国际金融研究所副首席经济学家Alina Rybkova一称 如果俄罗斯无法出售大量外国资产以换取当地货币 那么其捍卫卢布的能力就会受阻 最终导致银行挤兑 现在俄罗斯人已经涌向银行提取现金 经济学人也分析 欧美制裁策略真正重要的一步是瞄准俄罗斯经济堡垒机构 俄国中央银行 俄央行拥有6300亿美元的外汇存底 相当于俄罗斯GDP的38% 即便俄国央行已将其外汇存底的构成从美元转移 截至2021年6月 仅持有16%的美元 32%的欧元 22%的黄金 和13%的人民币 然而 其持有的大部分证券 银行存款和其他工具 无论以何种货币计价 都可能存放在金融机构的账户 或将执行西方制裁的司法管辖区 这意味着俄罗斯的部分 甚至大部分的国家资金会因制裁被冻结 经济学人指出 俄国央行既出多项措施稳定金融市场 但制裁后果令人生畏 俄央行可能无法向受到制裁的银行提供外币流动性 从而增加了他们违约可能性 目前 俄罗斯金融体系的恐慌正在加剧 俄国民众对银行系统失去信心 如果他们的提款以卢布计价 央行可以通过向银行提供卢布贷款来抵消这种情况 但是 得益于石油收入 俄罗斯拥有经常账户盈余 从国外获得的收入比从国外购买的要多 若出现恐慌和资本外逃 无法动用其储备 可能被迫引入严格的资本管制 以防止货币崩溃 也可能选择暂时关闭金融市场 经济学人总结 欧美来不及阻止俄国入侵乌克兰 但他们有能力在俄罗斯引发金融混乱 尤其对俄国央行下手 这标志助制裁手段的变革 西方对这种经济武器的部署或可能让中国受到惊吓 中国拥有3.4兆美元的外汇存底 大部分存放在西方金融工具中或通过西方公司持有 现在中国必须重新思考若敢对台动武如何抵挡得住西方的制裁 时刻新闻播报